大概一千名马来人在Prakasa的带领之下做出了非常令人惊讶的举动 这样的一个示威演变成为暴力的示威 那么尤其是言论非常过火 说这个是一个马来区不应该建高价的防务 以免华人侵占了这一片马来人的土地 这样的一个言论 那如果政府要保留煽动法令 而且首相刚刚在前几天说 保留煽动法令不只是要保护马来人 也保护其他人 保护全民族 我们的总检察长是不是这个时候会好好的善用 保留下来的煽动法令来对付 发表这么善情的言论的这个代表 一直死人诟病的煽动法令 主要的不只是它的内容 而是运用的方式 好几次选择性的提供 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课题 现在摆在眼前 在燃烧种族情绪的这一刻 我们希望政府马上采取行动 不要再让我们感觉到 选择性的提供的这种方式 令我们太失望了 而且从回教党说 地方选举会触及513 到现在马上 说不要挑战马来人土地等等的言论 这个趋势是马上要破灭的 政府必须要拿下很大的决心 迅速地处理这个事情 心心疗火 助于疗元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非常的 我们觉得对整个国家 未来种族之间关系的 这个破坏是非常的大 当然除此之外 这个发展商在当地发展这样的物业 地方政府当地的代议是 有没有参与当中的讨论 有没有顾及当地居民的反应 当中有没有consultation 有没有咨询 发表类似言论绝对是错误的 马兴总团严厉地谴责类似的言论 的同时 我们也希望发展商也好 批准发展的当局也好 在发展任何新项目的时候 都应该要有咨询的 这个环节 因为每一个地方 有它自己的民情 必须要在任何的发展底下顾及当地人的感受 跟需求 两者之间要起一个平衡 这个是有必要的 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人继续运用任何的课题 把它转换为政治和种族课题 这个对国家是百害无一例 无论如何 我们希望反对这个发展项目的人士 寻求正当的途径 包括法律的途径 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煽动种族仇恨 来解决这个问题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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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